Hello,大家好,今天这期话题我们来聊一下 钱不够又想出国该怎么办 我有在网上收到网友给我的留言 说他非常非常想出国 但是家里面钱又不够 这时候他该怎么办 首先如果在钱不太够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一些费用相对较低 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国家和学校 比如我自己来英国之前 我是在爱尔兰读的本科 然后我爱尔兰本科那所学校的学费 大概是一年在8000欧左右 就非常的便宜 然后我最近也上那个学校的官网去 搜了一下他们现在的学费 几乎这几年也没怎么涨 还是维持在8000欧到14000欧这个水平 并且欧洲有很多其他国家 比如说像法国和德国 他们的很多公立大学甚至都是免学费的 很多人可能对去欧洲这些国家留学 有一定的误解 我自己之前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说我自己只会一点点英文 那我去到像法国德国这样一些国家 那我是不是必须要掌握法语和德语 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这些国家有很多大学 他们都开设有国际学位课程 是用英文来授课的 然后有一些学校的课程 他第一年可能是用英文授课 然后从第二年第三年 开始采用这个德文和法文授课 所以在语言方面的问题是不大的 所以如果真的是钱不够 但是又非常想要留学的话 就可以多研究研究这些费用比较低 然后性价比又比较高的国家和学校 就不一定非要来英国这种特别贵的国家 因为去到其他的国家 一样可以学习知识长见识 另外你也可以去打工啊 打工就可以帮你负担一部分的房租 生活费甚至是学费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没有打过工的留学是不完整的 其实在国外就是有一些打工的经历和体验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你可以去打工 但是前提是保证一定不要影响你的学业 不要最后就是你去打工赚了一些钱 然后最后影响你的学业 导致你毕不了业 那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以前我们在留学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例子的 当然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嘛 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 就是他在上学的时候真的就是打了非常多的工 他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要打一份工 然后每天放学以后 大概晚上六点到十二点过又要去中餐馆打工 然后周末还要有一天去咖啡厅打工 所以他就真的是打了很多工 然后赚了挺多钱来负担他的这些费用 但是人家还是照样拿first class 就是学习成绩非常的好 所以这就是我前面说的要量力而行 就如果你能像他这样就是打那么多工的情况下 还能够保证自己的学习成绩很好 那你就可以尽量多的去打工 把你这些费用全都负担了 但是如果你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然后打工会影响到你的学业 那你就尽量的减少打工的时间 其实我自己之前在留学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打工的经验的 我有在赛百味卖过面包 然后也有帮别人当过家教 甚至还在赌场当过发牌员 以后可以专门找一起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所以综上所述 你在家里钱不是特别够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出国留学的 你就要选择费用比较低 性价比比较高的国家和学校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工 来负担一部分的费用 但是我建议不要借钱出国 或者说如果因为出国这件事 会给你们家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的话 那也就不要出国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国 就是你自己的心里负担会很重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学业 然后可能留学的体验也不会那么好 另外凡事都不要太理想化了 有网友在网上给我留言说 就是学费嘛 你就可以申请奖学金 然后像房租 你可以先用花杯来支付 前一两个月的房租 然后之后你就找到打工 然后可以通过打工来帮你负担这些费用 首先奖学金是想申请就能申请到的吗 不是每个人都能申请到奖学金的吧 然后另外你用花杯来帮你支付 这个前一两个月的房租 那一两个月之后呢 如果你没有找到打工 该怎么办 你是一直用这些来帮你支付吗 我自己是在国外嘛 然后像花杯借杯这样的工具 我都没有用过 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起的是很有意思 就是花杯借杯好像说起来很轻巧 但是最后是马爸爸帮着还钱吗 不是吧 还是得你自己还钱 对吧 而且听我朋友说 就是好像这些工具的利息都挺高的 所以用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很慎重 你一个人在国外可能遇到各种突发情况 也可能遇到各种困难和波折都需要你自己去面对和解决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你的押金被房东扣下来了 或者说在其他的情况下你被人给骗了 然后甚至说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找到打工 因为像中国人打工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中餐厅 然后奢侈品导购 然后现在疫情的情况下餐厅和商店也不开门 然后这些工作也是干不了了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你考虑到的 出国留学挺好的 可以让你长知识 长见识 然后也是一个机会 可能让你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但是外国的月亮也不一定那么圆 你花上全部身家和时间成本 可能到头来也不能达到你自己理想的结果 所以一定要提前想到最坏的结果 如果这个最坏的结果是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就放手去做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那就别出国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留言和关注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